熱浪將西班牙氣溫推高到攝氏40度 巴塞羅那附近的自然保護區野火持續了一週 當地數百人被迫撤離 薩摩拉省斯蒂利亞萊昂地區被野火和濃煙籠罩 據官方統計 今年迄今已燒毀超過7萬公頃土地 是10年來最嚴重的一年 在法國西南部 週日 消防員持續和野火奮戰 當局疏散了數千名居民 上週以來 有1萬2千2百多人從吉倫特省周邊地區撤離 預計週一下午 巴黎氣溫將達到攝氏39度 週二將達到41度 週一早晨 熱浪到來前 人們在塞納河畔避暑 法國西南部港口城市勒普利蓋恩 今年也炎熱難耐 我們住在這裡 因為在2天早晨我住在洛杉磯 我們只買了水 現在穿衣服 所以 果汁 確保保持溫溫 這是最重要的事 英國政府發布國家緊急狀態 火車取消服務 學校提前關門 政府敦促民眾待在家中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 榮譽綜合報導 發訪時期的記者 加入 我們坐在多筆尼電視臺 並普通的電視臺 是最高的電視臺 小胆 是最高的電視臺